民眾站出街頭替賴清德加油 搖旗喊凍蒜 還有人手舉特製毛巾 上頭還寫著莫惹台灣 向中共不要干預台灣選舉 選戰倒數一天 賴清德車隊掃街回防雙北 還經過新北市政府 直採侯友宜本命區意味濃厚 前天凱刀奏勢 集滿人潮甚至超時 賴清德也向支持者喊話 選前之夜一起站出來 我們也很感動蔡英文總統 牽起我的手 充分展現民主的精神 我也非常希望能夠全國父老相親 今天也都能夠站出來 對於馬前總統日前說出 相信習近平遭到侯康切割 賴清德酸溜溜 侯友宜過去奉馬英九為師 今天去跟馬英九切割 顯然是為了選舉 所以說他不會碰住統一 其實他已經在進行了 而選段最後關頭 國民黨請全力操作棄保 賴清德也看不下去 選舉不再棄誰保誰 民主的重要意義是在於 不放棄自己手中神聖的一票 來保護前人辛苦所打拼的民主 至於趙少康前一天喊話 要柯穩哲宣誓不會和民進黨共組聯合政府 賴清德也不以為然 我就說嘛 趙少康是非常支持我的 他這段話是在表示我已經當選了 在最後一天賴清德持續披露戰 要在故鄉新北開出最亮眼的成績單 以上是記者許許軒 王成玉 SFG小組在京北的採訪報告